你们应该是都认识的 就算之前有时候直播的话 我们也都在一起播 然后视频里面 他应该好像也是出现过的吧 我也挖了 我都挖了 家伙们就是 我旁边这位是我姐姐 你们就是家伙们应该都是认识的 大家好 你好 有点楼梳 不好意思 去山里面挖子手回来 刚到 辛苦了你们 山里面的人都是好辛苦 你们赚点钱 真的山里面的人 他们就是 就是 弄一些商货 赚点钱真的是很辛苦 你看他姐姐干活多麻利 来主持人家 你们有没有人喜欢阿长 喜欢阿长跟他姐姐 喜欢就是我们山里面的人 喜欢山里面的人淳朴善良 来我们就是给他们两个人 给他们支持一下 我们在左上角这边点个就是灯牌 那现在只不是有2000多个家的 我们就是没有给阿长他点关注 这边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 我们加下粉丝灯牌 谢谢大家 幸福大家了 那个小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他好久都没有过来了 是吗 我其实今天过来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怎么了吗 我一时半会 阿长 他没事吧 他生病了吗 好了 好了 就是前段时间 去了一趟上海 然后现在回来了 回来 但是他去 先回自己老家了 然后 哎呀 家的妈 家的妈怎么办 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了 哎呀 我要不要单独跟 我要不要单独跟阿长说 现在他姐姐也在这边 家的妈 现在 现在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也在这边 要不要等他姐姐不在的时候 就说 会不会不好这样子 你说就是 嗯 她身体是已经好了是吧 嗯 反正就是 好了 我就 其实我就不担心 我就没有那么担心她了 我一直开发就是 她就是身体啊 或者家里面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你也回去 就说 那 那 你们两个不是有联系方式吗 我们有联系方式的 有联系方式 但是 昨天我也跟直播剧里面家人都讲了 然后我也当时直播剧里面的家人 我亲自给她打电话 但是打电话 发消息这些 她都不回 现在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这一个月 电话也不接吗 阿长 你打了不止十个电话 但是也不接 阿长 你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她 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 欧宁她是没事的 她只是最近可能心情不好 她想没事是吧 嗯 应该是 应该是没事 但 但她可能心情不好 其实我都猜 其实 老板你这边 吐吐吐吐吐的 嗯 这个大概 大概我是能猜到了 然后昨天 我的猜测 其实我也跟直播剧里面的家人讲 嗯 其实 老板就是你 你不用考虑就是我的感受 是什么情况 你直接跟我讲 就是了 其实 阿长 可能 你也猜到 直播剧里面家人 可能 现在直播剧里面有2000多 3000的家人 可能你们也猜到了 就是大概的情况 但其实也并 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至于并不是你们可能 想的也不完全是你们想的那样 其实问你她 为什么之所以就是 可能她之所以没有接阿长的电话 她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能还没有决定 其实是这样子的阿长 什么意思没有决定 不知道该怎么说什么意思 就是她不知道自己该 是不是就是说她 就是说她不想再过再也不会过来了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的话 她也不用说不接电话了 对吧 对啊 我们本来我们两个也就只是 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对吧 但是虽然说确实 她也没有说不好说 对不对 她可能 她没有生病吧 她前段时间是去了一趟上海 然后是回来了 就是去上海那边去身体去弄一下 然后就回来了 现在是在家里面 现在是在家里面 你身体的话你不用担心阿长 她跟我说的没问题的 她身体有没有康复 如果她没有康复的话 就是她老家远不远 不远的话麻烦就是整个 你能不能就是明后天那些 你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把我就是烧过去 你要去看一下问题 你不是说她身体不舒服吗 家的门 家的门你们说适合吗 怎么不是她身体不舒服的话 她前面她温丽姐这么照顾我的 现在她遇到难处了 我怎么能就说在这三个哥哥里面 我就不管她了 这怎么可能呢 对吧 其实你说的好像也是 其实也没事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当然去看望我们的朋友 是不是 像你这么说 好像我也该去一下 是吧 合适吗 家门你们说合适吗 没想不合适的 但是如果说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除非她 只不行有人说不合适 为什么 他们说 虽然我跟温宁也不是那种关系 但是我们两个也是很好的朋友 她生病了 我去照顾 合适 有人说合适 有人说不合适 合适吧 你们说 你们觉得合适 你们在公平扣个衣 合适的话 我们 是啊 哎呀 那个老板 嗯 她如果说是真的生病了 嗯 那我们真的是该 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她的 你不用 不用隐瞒着我们 如果她真的没有生病 那你也就直接说没有生病就行了 她没事 她反正就是已经回来了 已经不在那个里面了 已经现在已经在家里面休息了 二战 你真的是 二战 你是不是心里面是很担心啊 对啊 肯定很担心 电话他也不接的 消息也不回的 然后我没办法 所以我才一直跟你打电话 然后 但是你电话里面 你又一直不准跟我讲 你说要当面来跟我讲 然后你现在到这儿了 然后你也 你也具体跟我讲 问你姐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是这样子啊 二战 刚才你又说 有些事情要问 可能需要问你姐 亲自跟我讲才合适 这搞得 其实问您她自己 还没有决定好 要不要跟你说 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跟你说 什么事情嘛 这关键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其实说白了哈 就是我直接说吧 家伙们我要不要说 我直接说了好不好 要不要直接说 你们要直接说 你们觉得我要直接说吧 我就直接说出来 我 我感觉我都 我感觉我自己都憋了 不行 我很想说出来了 但是我又感觉 好像这个事情要问你自己说 你们觉得要不要说出来 你们觉得要说出来 你们在直播间打个说字 我来说 我直接说了 然后回头我再给问你打个电话 那问你自己 就是跟二长在 是吧 在打个电话 不管怎么样 是吧 就是主要 不接电话总是不行的 是吧 其实没事的 就算 就算是他 想说再不过来了 或者啥都没事的 不是 对 只要说他是 人是好的 那但凡他 如果说身体不好 我们一定要去 询问一下他的 阿展 阿展 我先问你 我说之前 我说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之前 阿展你先回答我一个事情 就是你跟温宁 你们之间 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你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矛盾 还是说有什么误会 没有 之前有一次就是 当时也是在开始直播的 然后当时我跟温宁姐讲了 就是说 他这边跟我介绍了个女朋友 然后当时 当时 温宁姐有点 说我好像是有点 不高兴 但是后面 我都跟温宁姐讲了 我会去见他的 然后也就没啥 还是开开心心的 反正你没有去见 那个女朋友 就是女朋友 相当于是吧 也还不算女朋友 就女性朋友 不是 连女性朋友 我都不认识 老店 我记得你当天 好像是说的什么 看一下 人家就是小温 如果说小温不愿意让你去 你就不去 如果小温愿意让你去 你就去 然后 对我当时这样 我问了温宁姐 然后后面直播间 怎么认识 就是很多家人都送我这样 我不对 他们说这样会伤到温宁姐的心 对呀 这想那么多 这只是这个事情吗 这个没什么 这个做一个男人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你的话 我也会去问 我也会问 因为这个不是真的问他要去不去 家人们 我说是不是 阿长他不是真的说问问你要去不去 阿长只是希望听到一个话 阿长可能只是听到 我只是想听到问你说 你不要去 只是想要问你说出这句话 我说了是不是 可能是这个意思 可能应该不是 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没有当天我就觉得就是小龚他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 可能你不是说太不高兴了 可能就是有点点 就是让他觉得可能 阿长会对他有什么意思 或者有点那种感觉一样 是吗 你说阿长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是 就是小龚他自身 就阿长 就是我弟他 当天就跟他说的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同意让我去见那个女孩子 那我就去 你如果你不同意 那我就不去 我弟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然后我看就是那天我弟这么说了以后 干嘛需要他同意呢 在他们在开直播的时候 我又看 然后我就感觉 他可能有点就是有点压力的那种 那种有点那种 会不会可能 但是他自己不方便 还是会怎么样 但是我想我弟的话应该也没有多想什么 因为他想的是作为朋友 可能想说征求一下他意见的那种意思 这这这没什么事 阿长 阿长 我觉得这没什么事啊 是不是从这这是小事啊 他就没有来过了 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家他们你们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 就是阿长跟温林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开播 我不在嘛 我必须也没空嘛 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没有了 就是那次之后 也就刚好就是说那次之后 他已经没有过来再过来了 就这么巧吗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至于 那他是不是会让他会觉得就是说 我弟说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弟对他有意思呀 或者说是就是什么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会不会不 那边可能会不方便 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才会不来的 但是我也不 但是就算是这样 我觉得他也可以直接说就行了嘛 对不对 本身就是朋友是吧 又没有那个 可能是是不是那天 只要他没有生病就就就就好 可能他嫁人那天是不是 可能他有嫁人也在直播间可能有看到了 然后所以后面就是可能跟我您说了什么东西 所以 可能不是用我们有些话是有就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陈哥的陈哥都已经基本上次讲完了 那我知道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一直就这样的吧 就是那天那天直播之后呢 如果我在直播间里面我问了一些吴尼姐不该问的问题 可能他家里面的人的话可能又觉得那个了 然后就现在就不想让吴尼姐再跟我联系了 可能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多大事 但是问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的呀 对不对 再说了 再说了这个 哎 这个这样子其实是问题是问题不对 你怎么说来着 反正我弟也读过点书 什么局迷者亲 什么来着 当局者迷 但是所以说可能直播间人家人可能知道 我弟弟他是不是哪里有做错什么 然后就是让人家小翁就不高兴了 让人家翁总不高兴了 不会的 吴尼姐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了 但不是 问题 你有可能你会做得很过分啊 那种会不会啊 对不对 因为你们一直在开直播的话 可能直播间家人知道 他们你们知道的 你们告诉一下 我当我其实我我我也是一知半解的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我是听出来什么意思的 哈 阿湛 我觉得你不用管他了 什么呀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完全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是问你 问你问题 哎呦你这么夸也不能这么说呀 我 现在我们都不 我说是不是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是不是问你的事情 问你的问题 你不管怎么样是不是 你不能不接电话 问一下家人 对不对 怎么就是问您的 好 我就直接说吧 我本来 我本来还想说呢 问你自己啊 自己跟你去说 我还本来还想说 那我你跟你去说 不能不能说人家就就就说人家什么 怎么就可能说就是人家的不好了呢 对不对 像我好 那我不说 像阿长说的就是万一他有什么苦衷呢 阿长我说了我有理解不是那种小气人 他不会因为就因为我说了那么一两句话 他就不理我了 不可能的 我只是在认为会不会阿长会不会是不是做了什么 就是出格的时候过分的话呀难听的话这些有没有说直播间现在你开着直播的话问一下直播间家人有没有 问他们有阿长有没有真的说点什么难听的话 阿长你有吗 直播间家人们你们你们对他们见证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们在那直播间家人们还有的时候你们在直播在直播间 因为我有的时候自己在瞒事情我们并不是说阿长开播我都在我我经常不在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 阿长有没有在直播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不对的话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木头人就是阿长太木了是吧太木纳了是不是 有没有当时阿长有没有说什么就是不好的事情 没有是吧 我弟的话我只是有什么脑袋转的没有那么快 但是什么就是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肯定是没有跟温妮姐讲的 我也不可能去跟温妮姐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呀他对我那么好的 并不是因为是我弟弟我就这么说我认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弟也不是那样子的人 他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阿长 我我就来家的门你们也等了这么久了哈 其实我也我也该说了 阿长也是等了这么久了我也该把这事情告诉你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来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干净直播间来直播间家人有没有干净来的家人你们就是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 有没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你们呃扣给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事情啊来呃干净直播家人们左上角这边给主播哈给阿长这边把那个灯牌亮一下 我跟你说什么事情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我要说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其实一开始啊这么多打一的这么多干净来的 这么多干净来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吗 这么多公平这么多可以 阿长我跟您说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 一开始 嗯 嗯 嗯